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人一到换季 皮肤就开始出现肝氧症状 到了冬天天气变冷又爱洗热水澡 敏感或肝氧问题就更严重 甚至常抓破皮而显得伤痕累累 换了许多保湿产品都无效 甚至需要擦药才能缓解 面对换季肝氧困扰 除了到皮肤科就诊之外 日常该如何保养肌肤 减缓肝氧症状呢 让我们听听皮肤科蔡医山医师的建议 每次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 皮肤科的门诊就出现很多病人 病人一坐下来就会跟我说 医生啊 我的小腿啊 我的手啊 又干又痒 还有一些屑屑 痒到我晚上都睡不好耶 这个在皮肤科换季的时候 是相当常见的一个景象 那形成的原因呢 有可能是一个环境的温度 或是湿度的一个变化 让皮肤容易敏感之外 有的民众会使用含有皂碱的一个清洁产品 加上过热的一个水清洁 这时有可能破坏我们皮肤的一个微酸皮脂膜 导致皮肤的问题更加恶化 除了避免使用皂碱清洁外 日常保养还可以怎么做 市面上有植物固存的一个保养品 那主要是萃取自大自然的一个油菜花籽 它相当的温和没有负担 可以有效对抗肌肤的干明 在临床试验当中 我们也发现植物固存 具有相当多优秀的功能 除了它的保湿功能非常的好之外 它也可以减轻我们肌肤的阳感 另外如果我们有一些发炎的症状 它也可以舒缓我们发炎的情形 甚至是皮肤出现干裂的时候 它可以帮助修复干裂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多注意一些清洁以及保湿 就可以有效减少我们肌肤问题产生的机会 想要解决皮肤干明氧的问题 该如何选择理想的保养品呢 我们在挑选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去看产品的标示 在成分方面呢 我会建议尽量选择单纯又有效的 那厂牌的话呢 你可以挑选大的品牌 值得你信赖的 我们可以挑选一些 含有植物固存的保湿产品 我们在清洁的时候 可以使用一些PH5.5微酸性的清洁产品 可以有效保护我们皮肤的 皮脂膜 要用类固存虽然可以快速止氧 但未避免对身体造成副作用 不建议频繁使用 想要改善肌肤 干明氧问题 就要从日常生活开始改变 医师建议清洁时选择 PH5.5微酸性产品 不刺激皮肤 巩固皮脂膜 保养时选择含植物固存成分的保养品 能有效抗干明还能滋润肌肤 是全家大小都可使用的日常保养方式 一起舒适的度过换季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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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